有一次去了Sweden 我們就玩一些World Quad Games 英國 Quad Games 差不多了 好玩的 大家一起去Tour 晚上又可以玩一下 其實很少有同一班同學 還有同一班朋友的同學 一起去一個地方去玩一個比賽 還是一個全球性的比賽 這個回憶很難忘 還有很多我們分享的時刻 都是難以磨滅 在那個頒獎典禮 其實我前面有一對法國的朋友 那時候也會聊很多 又不是很多 會交流一下 我覺得這些是很新奇的 我們不會有太多機會去 走出香港去交流 就是這樣 代表香港 一個榮幸 我都很記得 都是去Sweden的Tour 很多同學 即是我們這班Fat 一起 都放了很多心血 在個團隊 從7月開始加操 每個星期日 都要練三四個小時 都不斷地加操 就是為了這個比賽 那去到Sweden的時候 很難忘的回憶都是 我們在旅遊巴的時候 就公佈了這個 我們進到Final的這個消息 那大家都很開心 還有一起 再加倍努力去練歌 對 有人哭了 不知道是誰 就準備這個Final的比賽 那在Final的時候 我很記得 在Cathedro那裡 一起唱最後一首歌 就是叫 成南宋別 就是 當時我們就在一個Church 那裡 然後腦子也是一片空白的 不是因為唱得不好 是因為 緊張 因為承載著很多回憶 還有都知道自己放了很多心血 心血在這個表演裡面 那最後都拿到很好的成色 我們都很欣慰 還有 都很有幸 可以看到不同各國文化的這個Chry 前來這個比賽 可以感受到其他人的這個異國風情 我有一些東西補充 Sweden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我覺得 就是 我們現在唱的Chrome Music 就是大部分 都是來自一些西方的文化 西方的Music 那我們呢 身為一個香港人 我們帶著我們自己的Culture 我們去到其實 看到的東西很不同 就是 我們每年其實很多學校 只唱一幕節 就是我們想到學校的一幕節 我們每年可能很多學校 只唱的一兩首 就是當然 我們唱的都是非常高水平 因為我們大家都用了很多時間去 吊斷 Polish那些Music pieces 但是 那個問題是我們不讓別人見多識廣 還有我們始終是 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的Culture We are not born with Western years 我們沒有辦法可以用西方人的耳朵去 去完完全全這樣 understand Music 在做什麼 但是我們去到可以接觸到不同的Culture 可以明白到別人的不同的interpretation 人家怎樣把你的Culture 放進去Core Music 那這樣東西才是 How you set apart from other Choirs 我覺得是因為 Choirs 才可以令到我成長 就是 Choirs 是一個很大的一部分 除了因為我自己是 就是Junior Junior Mix 就是Inter Mix 就是一個 Choir leader 我覺得我自己 我發現自己成長了很多 就是 首先 多謝老師 Mr.Sung 多謝學校給我這麼多機會 我去做一些不同的工作 因為我覺得 It's a much tougher job than I would ever expect 是 是很好 就是要去學怎樣 就是 哪一個Part of the Choir 你要跟人相處 你怎樣跟人去work 就是尤其是 每人對Music的感覺 每人對Music的態度 都非常非常之不同 就是當你看到好東西 你可能會跟人share 但是有時候 而Music的態度是很難去coexist 但是你可以跟一群很好的朋友 大家是 不同的Voices 可以blend into one 其實這個感覺是很神奇的 所以 除了令我找到一群很好的朋友之外 也令我學會了 怎樣去跟人溝通 怎樣跟人合作 就是這樣說 就是我隔了這麼多年之後 回顧其實就覺得 是學了很多東西 在學校學不到的 那 就是整個人會不同了 那 例如 我們的指揮 Santis 就說過一件事叫 Believability 就是一個made up work leader 就是 就是 我們要去相信自己 或者相信 我們的teammates 可以做到一個 一番成就 那 其實 如果在平時學校的生活中 學不到這件事 那 我是接觸了這個quire 之後才可以有這個機會去 去學到這一類型 去一個team work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就是 choir是一個 給了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 一個 supplementary的轉變 在品格上的改善 就是 你經常唱歌的時候 要想自己 自己可能唱得很好聽 但其實沒有用的 因為要整個quire唱得很好聽才行 對 那這個成長就是 可能有 比較 然後 自我 就可能變成 Google group 多一點 對 從form 1 來到聖保羅這個大家庭 我就參加了 這個 Orgastra 和這個quire Orgastra 都玩了 4-5年 而quire 都玩了3年 我還記得 在form 1的時候 我很多謝 這個 Mr.Learn 的 悉心的教導 學識 就是 本身我是一個 都算是一個很接的人 接受到這個 音樂的開懷 就更加開朗 還有 在訓練 就是練習 quire的時候 我都很緊張 還有在Orgastra 練習的時候 那些加操也特別緊張 因為 Mr.Learn都會 逐個逐個 叫我們 solo去唱 還有他拉琴 那我這些廢柴 就 經常都表現都比較差 但是 Mr.Learn都沒有選擇 去放棄我 而 才可以塑造到 現在還是我 現在比較不同的是 我比較深刻的是 第一次入quire 聖工會 崇拜 那就是practice 那我當時 第一次入quire 在music方面的知識 沒有大家那麼廣 所以 那時候唱 Soprano Auto Tenna 和Base 我忽不清 很亂 拍拍加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 我會入錯 比較深刻的是 旁邊有個有胡蘇的伯伯 就 小朋友 你入錯 然後 他就教我 然後就一邊 可能領著我這樣唱 那是比較深刻的 就是他也是 SPEC的救生 其實是feel到 幾感動的 就是有brotherhood 在裡面 補充一下 那我是 我有join table tennis team cross country team 和 football team 我覺得兩者有相同和不同的之處 那首先我覺得 在quire學到的更加是一種服從性 那有時候 就是 兩個team相比 那你sport team 五練的 就是 不管教練 最多就是被人秉幾句 但是你不在quire 是會被人炸機 就是被人WhatsApp 啊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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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are you 然後又打電話打給你 那之後又會罰你啊 然後又要你唱 又要make sure你是認識啊 那是服從性方面 在quire是比較要求多些 也都是 我在form4到form5之間 學到最大的東西 是要去服從quiremaster jeremy啊 要教那些東西 那他講了些東西 那你就要聽 那是 for the team是好的 那你用sports來做個例子 那你踢球 你自己一個擅長的 那教練催你了 那你去到quire 那你自己一個搶得漂亮 但是你都要跟著人家 就是make sure 整個as a whole 對 對 我們現在last day 我們就會想回 啊其實過得很快啊 或者覺得 嗯 就是應該要珍惜 就是可能跟司律說 要珍惜 剩下的時間 但是其實呢 我就自己覺得呢 就是如果 不是 就是如果 我自己進去form3 form2 form5 我覺得我也是 就是 就是 都是回學等課學 大家 讀書啊 那 因為呢 去到form6 如果 可能有些form5的師弟 如果你覺得 form6還可以追 你是錯的 是 你要form4 開始就讀了 所以你現在呢 還有些時間就快點讀了 你不要覺得一年很多 就可以到你們了 聖保羅書院 一百七十週年校庆 祝各位保羅音樂人 絕對成長